世界上各种豪华住宅很多 有的讲究舒适,有的价值连城 最独特的豪宅,要算巴塞罗那的那座米拉之家了 这是建造在巴塞罗那城中心的移动公寓 时间是1906年,距今已有一百多年 由著名的西班牙建筑大师高迪设计 他的设计融合了东西方多种艺术风格 包括东方的伊斯兰风格,西方的现代主义,自然主义等元素 米拉之家的外观造型十分奇特 强承曲面,楼层被设计成波浪形状 整栋大楼前面就像波涛汹涌的大海 与城区周边的群山交相呼应 米拉之家内部的设计也十分讲究 这是仆人的房间 有一百多年前的缝纫机和熨斗 主人的书房里能看见当年的一台精巧打字机 一盏电灯和一部电话 在饭厅中的精美小饭桌 可以摆放便餐或当排桌 弯曲的走廊被涂上了暖黄色 加上柔和的灯光 给人一种穿行在沙丘峡谷中的奇妙感觉 一楼大厅被设计成了一座巨大的自然洞穴 洞内钟乳石高高益力 洞口爬满树枝藤蔓 洞中还站着一只美丽的动物雕塑 室内空间有限 大师将丰富的创意倾泻到了屋顶 整个屋顶被高低叠起的巨大区面铺满 有的像起伏的沙丘 有的四高耸的石崖 屋顶还占满了奇形怪状的雕塑 有的像披甲将军 有的四教堂童中 丰富的造型 多姿的面孔 让人目不暇接 今天 米拉之家这座百年豪华公寓 已经成为了高迪大师的艺术展馆 成为了巴塞罗那的一张美丽的名片 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千上万游客 欣赏高迪大师留下的美丽视觉盛宴 回顾高迪大师创立的伟大艺术成就 一趟 到处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